投票41分钟有5200多人参与 目前最高票是45%认为 民进党为什么狂蹭黄仁勋 要转移王毅川焦点 其实不想上架的是 43%认为想要收割黄仁勋的光环 只有10%认为 因为黄仁勋称台湾是重要国家 因为刚刚历史哥直接说百分百 百分百就是想要转移掉 这个王毅川的事件 现在很多梗涂纷纷出笼 尤其这个王羲之是目前最夯的 巧星直接po出来 古有王羲之 今有王羲之膝盖的膝 能以膝盖算出天下大事 过去蓝亭集续 堪称天下第一行书 今天有绿停不下去 堪称天下第一草书 只不过是草包的草 他说身为政策会执行长的他 五月的时候不知道民党高层 有没有开了什么大会 让他下午通告 直接使出了膝盖通灵绝招 巧星说违法东西 不要自己讲出来再用膝盖隐瞒 否则对民进党贵几次算盘都不够 主要是因为王羲川后来改口了 他说我没有资料 分析方式就是看人看片看直播 去到现场用膝盖想也知道 我等会来问波及 愿波及的鸡牌请不出来了 是不是 昨天在立法院执询的时候 徐晓星特别执询的是 中华电信董事长郭水逸 他说NCC和中华电信在521公民运动当天 是否协助调动机器台 中华电信说因为陈情民众较多 确实有收到民进党立委 以及主办单位要求加强讯号 因此中华电信确实有协助增加基地台 NCC组委曾要想说大型活动的时候 不止中华电信 其他电信公司也会主动协助增加讯号 当天确实有提供这样的协助 但只是以服务民众为前提提供服务 对任何人潮距的地方也会主动协助 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反正现在就是多方面的启动调查 所以目前看来即便王羽川想要下车 他希望大家忘掉这件事 但怎么看来怎么绕都绕不过去 怎么说应该都说不通了吧 波吉 其实我先补充一下 其实黄仁勋他现在在台湾 我相信他应该也体会到了 怎么有这么多数位孪生的黄仁勋 开LINE的群组 教大家如何卖股票 这个才是我们政府在秤的同时 应该要解决的问题 现在一个全球的首富 被我们的诈骗集团到处利用 听说这个账号 这个非常多 很多啊很多啊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这个才是你不要让 告诉我们讲 现在那个全球的很多资讯业的龙头 都在台湾的时候 结果明天也有苏之锋的 教你如何买股票 后天又有Intel的这个执行长 教你如何买股票 那不得了 那这个叫国际丑闻 所以打诈骗还是一个我觉得比这个秤黄仁勋更重要的事情 还是回到政府还是回到本业 好再来我们来谈一下这个王羲之的事情 那一般来讲 一般人用膝盖是没有办法去知道这些事情的 这个尤其我们再帮大家还原一下 当初王羲川第一版本 他是怎么讲的 我们讲暗中出购 就是他第一次的讲法绝对是最自然 绝对没有掩饰 没有任何的修饰 那他讲了什么 他说 二十岁到四十岁占了六成 二十岁以下是一成二 注意哦 用膝盖沽人可以沽到一成二 还有一个临头是二的 对不对 一般来讲比如说大约一成两成 你通常这种初估 如果你说我看那个影片 哎呀这个大概有一半是年轻人 你都会讲很love的 这种都叫初估而已 可是呢你讲到一成二 可以细到各位数字的数字都有的时候 你就不要骗人了 这个你一定看过某种来源 你现在说没有那没办法 因为这种东西我们又没有办法说你有 那只是你第一时间讲的那个版本 看起来是一份蛮完整的资料 而且甚至主持人追问说 哎呀这个科技可以这么进步 对我们是用基地台来比对 你都已经把这个来龙许牌都讲完了 你第一个版本都已经把这个故事说完了 你后面再去改口 只是让大家觉得原来你也不过就是如此 就是因为踩到红线了 所以你们赶快改口 其实我为什么说要发鸡牌 就是因为你有那个资料 你拿出来我们就发鸡牌 你有这个道德勇气敢吹哨 把国家这个执政党监控人民的证据拿出来 我就发鸡牌 就这么简单 那你不愿意那很抱歉 就是让这个很多的鸡能够多活一段时间 但是这个事件本身 他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情 把他的严重性凸显不是坏事 你今天王一川你可以说是膝盖 但是很抱歉 我们最重要的是 未来不能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好比如说像 昨天当然在交通委会有很多立委都有针对这个事情咨询 我也说了 这个最后 王一川要被 什么 揪出什么毛病也很困难 为什么因为 你那份资料除非今天真的有 吹哨者把那份文件报告真的拿出来 说对就是有这一份 否则 这个事情目前大概就这样了 那司法办真的办假的不知道 但是反正司法在侦办 如果今天司法才有权去调 王一川的通联记录 他跟谁有通联 他们的LINE群组里面有没有传出这份档案 或者说他 这个什么跟谁碰过面 可以聊到什么 他的民间有人会聊什么 这是要司法才有能力去做的调查 那即便是未来立法院的调查新政权 也没有这个能量 所以我说 未来这个事情其实就 我认为这个就各说各话 但是关键在于现在在野阵营 知道了有这样的事件的时候 未来这几家电信公司皮要绷紧 对 你看像比如说昨天 我记得张其凯委员他就说 他说这个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 他的助理就打电话去那家 就是王一川贴出什么台中哪边的 那个数据 那个大数据的公司 去问说如果我要 我五月办一场活动 六月办一场活动 我想要知道他们两场重复率 他说他们可以算出来 你看嘛 人家大数据公司都讲了大白话 他说是可以啊 然后现在电信公司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很难啦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讲这种东西 科技的东西 我们早就实验过了啦 我们帮大家复习一下 钻石公主号 当初防疫的时候 钻石公主号 因为上面有这个感染者 所以呢当他们的旅客下来台 从基隆下港口 然后呢到双北 这个北北基 这个几个旅游景点的时候 我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去追他的足迹 就是用基地台定位 而当时是因为防疫 所以呢 他的这些就没有什么个资 什么什么保护隐私的问题 是为了防疫 好 那他的我们是把他行经的 所有每一个喔 他一千多个旅客的每一个 通通把他的足迹 把它算出来之后 再发讯息给他的足迹 遍布的那一些门号 提醒他们 你可能有这个 所谓的感染风险 那比如说你要什么自主管理 或者是去做快塞 或什么样的 这个功能我们早就实验过了 告诉大家这个足迹 透过一个单一门号的 足迹的追踪 以及大量数据的比对 这个早就做过 我们政府已经做过了 是可行的 可是关键就在于 他的这个是在防疫期间 可以这样做 一般期间可以这样吗 比如说 如果今天是要对付通气犯 你知道通气犯 他有带手机 比如说像之前 那个谁 这个是谁 什么什么杀人犯 杀了人 他带了手机逃亡 或者说之前你记不记得 那个杀警案 那个杀警案的人 他去这个做客运 或者说那个就是用他的 可能身上有手机 或者有相关的一些 这个通讯的用品 去追踪 定位 追踪定位 那可能 这个是办案需求 才可以这样做 可是一般我们民众 去参加集会游行 你如果今天去收集 这样的资讯的话 就是某种程度的政治增访 这是不对的 这是去探知 一般民众的政治倾向 因为你去参加 比如说519 那当然百分之八十 九十以上 都是这个所谓 民众党支持者嘛 除了什么四叉猫啊 鸡排妹这些 去看热闹的 大部分都民众党支持者 那在这个524 521就是说 立法院周边的 可能大部分都是属于 比较轻绿的 民进党支持者 今天不管今天是 哪一方被监控都不对 那未来我们要如何去防范 所以我想 现在这一波 当然王一川的改口 就只是说 证明了他 踩到红线 上面有一股力量 要他停下来的 他不能再继续讲了啦 也不要乱拗 你就说你没有就对了啦 就是这个才是正确答案 就是你是用你的头脑 你的膝盖 去自己推估出来的 不要害别人 不要再去想扯什么电信公司 因为这个东西 打下去会很麻烦 所以他现在必须要有一个 止血的说法 我只能说 王一川 他现在当然他就是一个 我们把他说小丑也不为过啦 但是 但是他今天讲的这段话 我们要认真的看的是 他后续的效应 他这一次可能抓不到他的把柄 但是未来如果还有电信公司 去做相关的资料提供 或这个什么资讯的收集 我只能说 这个才是未来在野党要去避免 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也和我一样 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引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 口含定 餐前30分钟 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 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胜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口